现在的老板买车没点情怀 根本入不了眼 7月5日上次MG面临欧盟加征 37.6% 临时关税 上期MG回应这次征收的关税 就是我们领先欧洲的距离 油摆 无废话 今天我就给各位老板推荐这台 被欧盟顶格加征关税的国产车MG4EV 它的国际放可不是吹出来的 2005年MG品牌成为中国人掌控的国际汽车品牌 2003年成为中国出口电车龙头企业 欧洲纯电紧售色情 销量名列前茅 欧洲老板开了都说好 外观设计直上 线条犀利 低趴运动 不光你看的哇塞 老板看的也哇塞 既然是老板用车 轴距必须要长 才放得下老板的大长腿 4米2梳头的车长 竟然有2米7的B级车轴距 5年港独立后悬架 符合豪华设计要求 既兼顾舒适又有价趣 得益于采用 坦式电芯超过上次模范电池 头部空间依然可圈可点 除了这些 老板最在意的还是安全 MG4 EV拿下严苛的Urlion Cap 欧洲五星安全认证 车身高强钢比例达84% 各位老板 行动就快下单 现在起售价10万9千8 仅为欧洲英国的一半左右 遇到 崇尚